我想請你分享一下 因為你當初 本業不是教學英文的老師 原本是國樂老師 那請問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想要轉行 改去教英文開補習班呢? 國樂是我的愛好 英文呢是我的必要 在學校的時候 我喜歡國樂喜歡音樂 我也喜歡唱歌 我一直想要做一個音樂老師 跟別人分享音樂 可是當我學校畢業的時候 我發現了 國樂並沒有辦法餵飽我的肚子 所以呢 我就把我另外一種東西 那就是英文 當時我在學校唸英文的時候 我一直很拼命的唸 我唸得很好 我跟國樂一樣的強 其實我的英文跟我的國樂 其實是一樣的厲害 最後我只好選擇 選擇英文 因為 當時有一句話說 學英文可以吃遍半個台灣 也就是說 你到台灣去 有兩二分之一的成功的機會 在三十年前 會英文的人 會英文的人並不多 尤其在都會區 才有辦法學英文 在鄉下 或者是說其他縣市 其實英文 在台灣並不普遍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 一定要把英文念好 等到我學校畢業的時候 我的英文 就已經是很厲害了 當時我想考托福 我考過了 考了五百八十幾分 在當時並不高 當時要到UCLA 或者是說Stanford 或者是說華盾商學院 這種學校訓練 最少也要六百分 我看看我的實力 還是不夠好 所以呢 我就不出去了 我就留在台灣